前言 一般学者都看得懂 后学尽祝大家学到有成 都能成仙成佛 许 道隐无名 道隐无言 道隐无行 道隐无相 但是 道之无名 无状 无行 无相 却显其有名 有言 有行 有相 更藏于 道德经 五千言之中 只是世人智慧浅薄 灵根日昧 难以体悟 难以立行而已 故末法以来 能透视道德真机者 寥寥无几 经道德天尊 太上老君为了使道德真意 能广播世人知晓 不惜所谢之凡 下凡注解道德经 更以最通俗最简明之方法翻译成书 让人人皆能体悟真实的道德良知 使人观看此书 好比道祖登坛说法 一样清净平时 所以 有心深入道德经八十亿章之事 不必再受古文之隔阂 而不能领悟老子的真实智慧 无惜天下有德之事 在此书出版之后 能宣化之音 使五浊二世 渐入清平之相 经道德经注解即将父子之计 于特灵坛祝贺 愿此书亦出云云苍生 贤归彼岸 是为序 广物子先翁 仅绪于台中圣天堂天运甲子年十月初八日 道与明 道德经观妙章第一 观妙章第一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 明天地之始 有 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 常有 欲以观其角 此两者 同出而易明 痛未知玄 玄之右玄 众妙之门 道可道 道 这一个字 是表示宇宙万物尚未形成之前的真理 也表示虚空之间 一切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能源 因此人类是难以使用语言与文字 去形容它 去描述它 可是世人却偏偏喜欢以语言或文字去表达这个 道 而且说的很多 很多 非常道 以我看来 这只是口头之 道 而已 因为这个 道 如果是可以讲出来 或是形容出来 就不是真正本来的 道 了 更不是永恒不变的 道 了 因为讲出来的 道 只是描写与形容而已 与事实毕竟是距离很远的 譬如说 一张桌子 就是一张桌子 你就是巧夺天工 画得跟真的一样 毕竟还不是真正的桌子 这就是 本来的东西与形容描写的差别距离 可是世人就是这么顽固 喜欢门户之真 都去强调我们才是 道 你们不是 道 而且每个人所强调的 道 都不一样 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因此 我看到这种情形 才发觉到 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已经不是真正的 道 了 因为这只是形容与描写而已 而真正的 道 是无法形容与描写的 就好像是 加木尼佛在《金刚经》谈道说 我说法四十九年 实在是没有说法的 如果你们以后讲我有说法 就是在毁谤我 由此可知 释迦牟尼佛对 道 的体悟 也是难以使用言语代替的 所以修行的人 如果自己不去体悟大道的话 只想依靠别人的说辞 像这样的了解还是离到很远的 明可明 明 这一个字是指宇宙万物还没有形成之前的名字 那个时候宇宙万物都没有名字 可是没有名字 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名字 一旦到了宇宙万物变成有形体 可以看得出来 又可以摸得到的时候 人类就会给它立个名字 可是这只是人间的巧立名目而已 非常明 因为万物是经常在变换更改的 因此这个名字也就跟着变换更改 譬如人的名字 随着人的死亡后 这个名字也就跟着死亡 所以有名字的称呼 都不是真正长久的称呼 无 明天地之始 所以说 没有名号 即没有名称的东西 才是天地之间的原始 有 明万物之母 照这样说来 称呼 与名字 不就像万物的母亲吗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脚 脚痛巧 所以我说 人的心灵在轻轻静静 连一点欲望也没有的时候 才能观察出一切万物的本来面目 如果在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 所观察到的 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 此两者 痛出而易鸣 痛未知玄 玄令本作源 以上两种人的心境不同 所以所观察到的事物 当然就有不同的见解与看法 这不是很玄吗 玄之又玄 玄令本作源 在如此玄妙之下 我们如果再深入去探讨的话 便可得到更玄妙的问题 你相信吗 众妙之门 所以我说 研究 道 这门学问 的确是所有玄妙之门中 最玄妙的了 你说不是吗 请继续观赏第二集相对论 道德经观脚章第二 大家一定会对当高兴的 所以我们有限的 提供